清朝时期 安徽霍秋县归属颖州府 乾隆年间 霍秋乡下有户李姓人家 户辱人叫李老栓 李家已贩卖物产卫生 与靠耕种卫生的农民相比 李家的日子过得很安逸 李老栓膝下有一子 宁幻李珊 十七岁时 老栓为他娶了邻村的女子王金莲为妻 王金莲年方二八 长得貌美妖娆 正好与李珊登队 成亲之后 夫妻二人安好和睦 婚后半年 金莲回娘嫁醒清 李珊驱止算去 金莲已在娘嫁盘缓越鱼 便骑着毛驴去接回 小夫妻从娘嫁回转 大约走了二十余里的样子 途经一座古墓 古墓前树荫如盖 而树干干枯 似不胜苍老 环顾四下 又从莽森森 相传此处常有妖艺出没 过往商客多有被妖物吞噬者 夫妻路过丛莽 金莲直呼甚急 恳求夏驴小姐 李珊将金莲俯下 金莲钻入了丛莽之中 小山牵着驴子在路边等待 心中忧虑妻子安危 但求妻子快速返回 片刻之后 金莲从丛莽间钻出 李珊见妻子回来 心中骇然不已 金莲进入丛莽之前 所穿之裙为绿色 除了从莽之时 裙子却变成了蓝色 李珊一时一心自己目眩眼花 也没有问及缘由 再看金莲的神情 则显得畅往而易于平常 李珊被妻子的神情所设 不经毛骨悚然 背上冷汗滴大落下 回到家中 李珊找个机会 将此行所欲之怪事告知其父老栓 老栓文言责惯儿子胡说八道 世上哪有此等怪事 定然是他路途奔波 护热重暑导致木眩引起的幻觉 李珊见父亲如此说 也就不敢再问 晚饭之后 老栓夫妻 念及儿子和媳妇远道奔波 怕他二人奔波疲乏 就早早催促下人收拾被褥 让二人早早睡下 小夫妻见公共婆婆如此周到关心 也就顺从了他们的一番好意 老栓夫妻与子媳对房而居 睡至半夜 于睡意朦胧间 老两口望见对面房中 尚有灯影明明 猜不透儿子 媳妇半夜还有何事 继而呼闻啪啪两声 似飞鸟鼓翼 随后又傲然而响 如妖怪怒嚎 破窗而去 老夫妻急喜而逝 仔细房间门窗洞开 推门进去一看 儿子李珊已经破腹死在了床上 老夫妻悲痛不已 在扫尸屋内 媳妇惊怜已不知去向 室内箱子玩好 别无益情 只少了一条兆电背的床单 李珊覆破长流 已经没了半点气息 事发之后 官府来人勘验 也理不出半点头绪 李老栓夫妇响起 昨夜飞鸟鼓翼之声 还有怪物破窗之意状 前前后后连起来一响 推响是妖怪所为 乡也知名 喜好神鬼之说 李珊无端身亡 惊怜下落不明 又有一状频出 揭言李珊被怪物所杀 金莲被妖怪射去 县令无法破案 最终以妖怪杀人草草结案 李珊尸体被老栓夫妻请人掩埋 数年过去 这桩悬案一直未绝 有意新任县令张子顾 道货丘上任 张县令虽年轻 却是智慧过人 张县令契悦此案 发现这桩案子的卷宗后 心中暗存 妖怪射去妇人不必杀死其妇 妖怪即使杀人 又岂会持刀割妇 妖怪掳走床单 又是为何 张县令心存一斗 便重新睁看此案 妖怪平白无故射去妇人 想必与妇人有关 难不成是阴间杀人 金莲已经失踪多年 他绝不会平白无故失踪 若他与人合谋 那合谋之人也应该失踪了 破案的关键就在这里 若能找到失踪的男子 也就能找到失踪的妇人 张县令于是首先调查方圆之中 是否有无故外出而历久不规则 经过调讯 有邻村男子七广人已离家数年 排查七广人离家的日子 正好是案发的前后 得知此情 张县令就将七广人的父母拘来 戏问七广人以往出游长去何处 七广人的父母说了几个地方 张县令便派出几个精明强干的差役 到个处便访七广人的踪迹 派出去了多位捕快皆无半点线索 七广人父母之言多有隐瞒 其子下落成泥 不久之后 一位捕快道书呈现一个较轻僵瑜的小镇 见到一位妇人在卖酒 捕快抬眼望去 那妇人与她熟悉的王金莲长得神似 捕头不声不响的静殿小桌 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捕头坐在一个角落 仔细打量着卖酒的妇人 从神态举止上看得分明 这妇人显然就是失踪多年的王金莲 捕头不敢打草惊蛇 暗暗记住地址后赶去书城县压 向县令禀告了此事 书城县令立刻派人跟随捕头去抓捕 很坏卖酒的妇人及其丈夫被捕归案 妇人与捕头照念 捕头认出她正是失踪的王金莲 其丈夫正是齐广人 书城县令将二人压借回霍丘审理 张子顾县令提审了王金莲和齐广人 经过一番审讯之后 两个人见罪状已经败露 只得供认了合谋杀死李山的罪行 原来王金莲在嫁给李山前就与齐广人私会 王金莲嫁给李山之后 贤李山体弱不能其遇 便又想起村里救好齐广人来 于是王金莲便借故回娘家 暗地里与齐广人私会 为了做长久夫妻 二人定下了一个毒计 那天中午 当李山和王金莲离开岳父母家 入京古墓之时 齐广人已在丛蟒间埋伏等候 王金莲以小姐为由进入丛蟒 让李山在外等候 王金莲进入丛蟒后 换了不同颜色的裙子出来 又以一样的神情固步一阵 伪装成中邪的样子 当天晚上 齐广人潜入李家 李山早已被王金莲用酒灌醉 齐广人很轻松地就将李山杀死 随后他打开窗户 让王金莲溜出 后又用船桨拍打窗户 做出种种破窗飞逝的怪象 故意邀请货人视听 齐广人杀死李山 床单被血污染 不像是被妖怪所示 齐广人担心床单露出破绽 于是便将床单裹卷而去 二人连夜逃出村子 辗转来到了书城 以开晓九四为生 如此数年过去 并没有人知晓 王金莲早年与齐广人私混 早已坏了身子 故而并未生下一儿半女 案情真相大白 齐广人 王金莲私通在前 杀人在后 冒充妖怪杀人 让无辜的李山悲惨丧命 李山乃李老栓独子 李老栓夫妇自从儿子死后 悲痛与觉 先后抑郁而亡 齐广人 王金莲因奸情联害三条人命 实在是丧心病狂 罪行令人发指 最后 张献令暗律将二人斩首 以警校游 所以说 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 一切不过是人在作怪罢了 妖魔鬼怪是被人扭曲出来的人的形象 而扭曲的不仅仅是人的样子 扭曲的是人的心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